英国第二大城市博明汉今天承认无法平衡收支 并指责保守党政府提供的资金已差短多年 市议会领导人指出通膨猖獗加上税收减少 引发了一场完美的风暴 法新社报道 为英格兰中部的博明汉市议会表示 已根据1988年地方政府财政法发布第114条通知 禁止除基本服务外的所有支出 有工党把持的博明汉市议会领导人表示 此举是让支出重新站稳脚跟的必要步骤 他们表示保守党政府2010年执政至今 共计削减11英镑开支 造成包括推出新电脑系统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雪上加霜 博明汉市议会领导人还说 通膨猖獗加上成人社会护理成本增加 以及商业税收减少 造成了一场完美的风暴 博明汉市议会的保守党议员指责 工党对公共财政管理不善 博明汉市议会6月时透露 得为同工同筹官司支付高达7.6亿英镑的索赔开支 博明汉拥有约110万人口 南伦敦克洛伊顿议会去年11月 因预算中存在1.3亿英镑的黑洞 而发布第114条通知 位于伦敦以东艾塞克斯军的赛洛格议会 去年12月也宣布陷入财务困境 位于伦敦克斯军的赛洛格尔克斯军的赛洛格尔克斯军 在结束中